很多戰友給我發信息 說文貴呀 到底未來的共產黨滅了以後 中國誰會當領導人 全世界在為這問題 我剛才告訴大家了 新中國聯邦將永遠不參與中國的政治 但是新中國聯邦永遠會監督 中國人民實現一人一票 獨立的法治和信仰的自由的政權的誕生 我相信戰友們已經感覺到了 國內的多少有良知和有能力的 現在在體制內的一些共產黨員 在頻繁的和我們聯繫 他們已經看到了共產黨即將崩塌的之後 他們應該做什麼 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倒閉一定是很快發生的 它只是什麼時間會帶走多少人 我現在最擔心的事情 不要在我們失控的情況下倒下去 那會帶走很多中國人的生命 會讓中國人有更多的損失 我們希望是在國際社會合作的情況下 讓共產黨在可控的時間內 可控的方式下 和可控制的政權的平穩過渡下 減少自身倒災難的情況下 產生中國的新界政府 我相信 我有很大的把握是能做到的 但取決於國內的同胞和黨內的戰友們 共同的努力 最重要的事情 還要靠已故滅功 和通過我們戰友的真正的真善狠和微真不破 追求法治民主信仰自由的這個原則上 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 99.99黨員都是我們的同胞 都是可信的可用的 只有那十幾個人是真正的罪牌禍首 把這個舌頭大掉 大家都解放了 中國人的智慧和中國人的善良 和中國人從來不去謀取其他國家的領土和權力的這樣的民族 應該得到更好的美好的未來和平的未來 關鍵要與西方建立一個千年的和平協議 和得到西方國際社會的支持 世界向中國人開放 中國向世界開放 這是新中國聯邦的最終目標 團結絕大多數人 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和形象 建立一個不可征服的金融實力的力量的新中國聯邦 全面覆蓋全世界各個領域的新中國聯邦的經濟文化媒體 世界人脈關係的影響力量 絕對的力量 是決定我們新中國聯邦是否有能力 能監督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權力的誕生 這是個根本 一切還得靠實力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